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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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亲眼 亲眼看着楚留乡 把那个姓氏的贱人给杀了 那个贱人 投降吧 你知道你逃不了的 楚大哥看在凉鱼份上 他不会杀你 何必要把楚霸王 把自己逼向绝路呢 我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果能答出来的话 也许我考虑饶你一命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沾满鲜血的双手 这就是答案 你没有杀过人吗 没有 那是因为你走运 因为我从来没有过害人的心 你以为我真的要把你们赶尽杀绝 我跟楚留乡有个协议 只要他肯放弃皇位的话 我保证 他们母子俩可以平安地离开安南 这一点你也知道吧 可是忽然间 杀出一个云罗公主 把本来好好的计划全都破坏了 你说 到底是谁的错 还有 当初谁用不正当的手段 欺骗云罗公主的心 如果不是你对孙皇后母子赶尽杀绝 车将军不会一直跟你作对 你也不必借用陷落红罗兵力 逼梁玉取云罗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先皇宠爱的人是我 冷落的是那个贱人 难道这些也是我的错 是那个贱人不敢受冷落 是他想要把我们母子俩赶尽杀绝的 你有心忌讳武功 他不过是个普通女人 你需要对他这么狠吗 普通的女人 你以为车将军是我杀的 那个贱人要车将军杀两玉 这件事谁都知道 可是至于车将军是谁杀的 你难道还不明白 哼 我还以为你很聪明 原来只不过是我高估了你 不过没关系 跟笨的人相处 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 多你一个也不多 虽然你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但我还是可以考虑饶了你 但是可惜 可惜你做错了事 你这次大错特错 世子 先锋队进入树林一个多时辰 但还没有回报 哦 那个使凤凰一定在树林之内 世子 弓箭手加上五连金兵 已经把树林包围的命不透风 请世子下令 大军立刻杀进树林内 不 现在只能谨守 不能妄斗 避免更多无味的伤亡 是 楚达哥 铁儿 你怎么让母后离开寝宫 是我说要来的 楚达哥 现在到底找到没有 神儿被使凤凰抓走了 现在躲在树林里面 那你还在这干嘛 为什么不进去 拿那个贱人的人头来见我 母后 现在新儿还在她手里 我怕强行攻入的话 生日会有危险 好啊 你竟然为了一个小姑娘 让为娘的含恨而死 是不是 是不是 母后 你小心 母后请放心 现在我们大批金兵 已经包围了整个树林 是她由她跑不掉的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从上记忆 母后 反正我也抱不了仇 活着还有什么用 我哭忍了二十多年 原来以为重新见到亲生的儿子 我就能溢出二十多年的怨气 可是我没想到 竟然是个没用的儿子 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呢 楚大哥 孙皇后年饶体弱 又受内伤 我怕受不了刺激 不认识真是假也好 你就答应她吧 可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打败始风皇呢 胜利非章啊 不行 我答应过两月 说什么都不能伤害她母亲 我要想办法把她活捉 你只是选择了一条 彼此还难行的路啊 天儿 有什么方法可以死而复生呢 什么 要让始风皇 毫无防备地靠近我 唯一的方法就是 让她发现我已经死了 然后你再复活 活捉她 对吗 把这一个刺入预诊 穴下三寸六分的位置 人呢 就会立刻进入假死状态 而且没有脉搏 没有呼吸 但是在弹指时下的时间 就立刻醒来 母后 还是这就进去 真的 太好了 我的好儿子 你给我记着 你一定要亲手把那个贱人的头 搁下来给我 否则我死不瞑目 你听到了没有 一定要亲手把她给杀了 亲手杀了她 还不快去 我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 去 是 母后 同志所有人 固者进入树林 是 使凤凤 报仇的时候到了 报仇的时候到了 在这儿等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